那我想在這一波由於是在這個疫情 還有美中科技戰 還有地緣政治的一個變化影響之下 那也導致了我們在全球的前三大的半導體業者 開始進行了海外的一個佈局 那我想這個是其實是比較攸關於 就是有關於在各國呢 他對於這個半導體政策的一個扶植 他的一個這個進程 那另一方面呢 當然是有關於在客戶 對於供應鏈要做風險韌性 這個分散的一個考量 那當然還有彼此之間 他們也會關注他們的一個投資動向 所以這個都會牽動這三大廠的一個投資情形 我們首先先來盤點現在台積電 他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說他其實在日本廠的推動的一個進程 其實是最快的 那最主要是日本的一個這個政府 他目前在整個撥款的一個速度上 其實是最快的 那而且他並沒有像美國政府 有比較嚴苛的這個法案的一些條件 包括了就是到這個中國投資 十年是有一些設限的 那或者是說有一些分論制度 這樣的一個嚴苛的一個考驗 日本政府對於半導體廠到日本去設廠 是非常友善 而且彈性很大的 對而且速度上也是比較快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台積電 在日本除了3D IC的這個材料的研發中心以外 那當然就是大家比較關注的 就是在今年的二月下旬即將要開幕的 這個就是在這個熊本的第一場 那這個部分初期會量產五點五萬片的這樣的一個水準 這個是目前最快的 那當然在第二場的部分就預計會是在二零二七年 那極有可能是會量產六奈米的一個製程 那這一塊其實也已經獲得了日本政府九千億日元 它的一個補貼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說是相當的明確 那當然日本政府也希望說在三場的部分 也希望有一些眉目 那我想在這個部分 當然是因為兩場其實已經都集中在熊本了 那比較希望說能夠做一個風險性的分散 所以極有可能在台積電三場的部分 會是在大阪或者是橫濱 所以現在評估的是大阪或橫濱 是的 那在這個部分的這個主要的考量 是過去台積電曾經在這兩個地方 都有過研發中心的一個設置 所以在這個部分 整個對於供應鏈或者是日本IDM廠商 它的相關的這些的扶植 或者是它的一個支援 都會相對是比較順利的 那但是呢 因一方面我們來看台積電 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廠 當然現在就是面臨到說 就是先前當然是有工會的抗爭 不過最近當然已經逐步的落幕 所以現在的重點 反而是要看在今年上半年 美國拜登總統這個政府 他們對於就是國外的這些業者的補貼 到底金額是多少 什麼時候可以發放 所以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也沒發下來嗎 對 現在目前只有第一筆 是給英國的航泰公司 三千五百萬美金 那其他的包括了台積電 英特爾跟三星 目前都是還沒有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當然導致了原先第一場 是要在今年量產的 但是會遞延到明年二零二五年 那另外在德國的這個德勒斯登 那雖然說先前其實是有這個預算上的一些困難 不過目前已經順利的解決 但是他的一個量產時間點 大概也是要落於到二零二七年 那當然除了海外廠的部分 臺灣目前當然還是我們的一個生產的重症 所以除了在新竹寶山 在兩奈米的第一期的一個廠區 那這個明年的部分將會開始進入量產 那另外的話就是高雄廠 這個是所謂的兩奈米的第二座 他的這個生產的一個基地 那臺中的部分 未來當然就可能會作為 這個1.4奈米的一個生產 所以這個是台積電 現在在整個海內外的一個佈局狀況 那當然英特爾的他的一個佈局 就會比較集中是在美國 歐洲還有在以色列的部分 那美國的部分 其實也還是要看現在美國政府 他的一個推動的一個這個進程 那以色列的部分 大家就會比較關注 因為畢竟目前還是有戰事發生的 那為什麼最近以色列在這一塊 這個英特爾還是加碼 從原先的一百五十億美金 又加碼到兩百五十億美金 我覺得在這個背後 可能還是在政治層面的意涵 比較大一點 因為在美國跟以色列 在政治方面還有軍事方面 其實是比較友好的 所以他是希望能夠藉此 美國重量級的這個公司 他的介入這個以色列的一個投資 希望能夠穩定 這個香港的這個以色列的一個軍事 還有這個經濟方面的一些投資 那另外在德國 還有在愛爾蘭 那甚至在意大利的一個封測廠 那整體英特爾 他在歐洲的一個投資金額 將會高達三百六十七億美金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說是相當的龐大 國立方面我們也必須要觀察 因為在英特爾他的一個現金流量 以及說他過去的這個所謂 都是開出比較多的一些支票 但是他的一個投資的可實現性 其實這個是比較有待考驗的 所以過去的英特爾常常有這樣狀況 就是講的老半天沒有做 雷聲大這個雨點小 對 可能就會礙於比較多的一些困難 所以這個部分 那而且到底未來能夠獲得到多少的一個客戶 來填滿他的產能利用率 這個都是非常值得觀察的 那下一張我們來看這個三星的部分 那三星的他現在海外的佈局 就比較集中是在美國 那美國在德州的這個泰勒市的部分 他一樣也跟台積電面臨一樣的問題 現在沒有拿到補助款 所以現在他的也是從今年會遞延 到明年的二零五年 才會開始進行量產的動作 那另一方面就是在先前 就是要呼應美國製造的部分 所以他有喊出一個中長期的計畫 也就是說未來的二十年 他要在美國投資兩千億美金 那麼興建十一座的晶圓廠 十一座晶圓廠 對 這個金額其實非常龐大 不過因為現在還是有這個 所謂的一個補助款的一個卡關 也是卡關 所以在中長期的部分 當然就顯得更加的不確定性 當然除了美國的部分 那這個三星目前還是比較集中在韓國 他自己本身基地上的一個建立 主要是在這個先進製程的部分 對 那這個縱觀 我們看到這三大這個產業巨頭 目前在全世界都有一些 這個繼續擴產的計畫 總體來看 我要問佩仁姐 你覺得誰的計畫看起來比較落實 跟它的分散性 好像比較有那個互補的一個作用呢 我覺得目前台積電 其實還是表現的是 算是比較穩扎穩打的 那起碼在海外的佈局 在這一波的整個各國的一個補貼政策以來 它在日本的一個佈局 已經可以看到這個初步的一個成效了 那起碼目前是比Intel 還有其他的一個三星的表現 那麼算是比較是站穩的第一步 那當然後續就必須要特別觀察 在美國政府它的一個補貼的一個狀況了 你的意思是說 你必須要做甚麼 我可以看一看 你